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J&J Channel 今天是我們在巴厘島的第四天 一早7點半,我們就上了訂的便車去碼頭 我們打算做Fast Board去Long Board島 隔壁的一個美麗的小島,叫Gili Trawangan 到了碼頭後,我們就登記排隊 這個船票是在之前我們就上網 在Bali4Ride的網站訂的 它是包了來回的船票和接送來回碼頭的交通 在碼頭我們真的看到了很多的外國人都要去那個島 然後再等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就上船了 去Gili Trawangan島上的Fast Board大約90分鐘 到了後,我們就去Hotel 這個Hotel是一個Party 5 Star Diving Center 它有提供不同的Dive Course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報名喔 之後我們就去吃午餐 吃了午餐後,我們租了兩個腳踏車 去騎行環島 Gili群島是在Long Board旁邊 它有三個小島 其中Gili Trawangan是面積最大的小島 它總面積不足6平方一里 主要交通是以馬車和腳踏車 如果你用腳踏車去環一個島的話 只需要45分鐘到一個小時喔 另外兩個小島 Gili Manor面積會最小 人也比較小也比較安靜 還有一個叫Gili Air的 它就是人、樹和面積都在中間這樣 這裡的海邊都很清澈見底 我們一路騎騎騎,都有不同的風景可以看 還蠻不錯的啦 騎累了我們就停下來休息欣賞風景 享受吹過來的海風 等過來一下之後 太陽就快下山了 我們就一邊看夕陽 然後一邊吃晚餐 在那裡 在那裡 第二天我们的行程就是跳岛游island hopping 到了规定的时间后我们就集合在海边 然后点名就出发了 浮浅的时候海水都蛮干净的 所以在上面浮浅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下面远远的珊瑚 之后我们就去吃午餐 晚上我们去当地的巴萨玛兰 这里卖很多各种各样吃的 尤其是很多的海鲜和烧烤 然后海鲜都蛮新鲜的 吃完了我们的晚餐后 我们就回酒店睡觉 这一集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